一般俗称的脑中风可以分成出血性脑中风与缺血性脑中风 事实上中风的症状包括脸部表情不对称 单侧手脚无力麻木 口齿不清或意识昏迷 出血性脑中风经常会造成脑压升高 比较容易出现头痛呕吐的表现 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维系的血管破裂 或者是脑动脉瘤破裂出血而压迫脑部 脑动脉瘤与主动脉瘤类似 在未破裂时大多没有明显症状 当脑动脉瘤破裂时患者会感受到爆炸性头痛 一旦破裂有50%的病人可能昏迷或者是死亡 有50%的病人可以还算有意识地送到医院来进行抢救治疗 脑中风是果然常见的疾病 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以及伤高的盛行率越来越高 导致于脑中风发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大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脑中风常年都盘踞在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四名 通常造成颈动脉狭窄的危险因子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相同 其中可调控的危险因子包括高血压 高胆固醇糖尿病 另外抽烟喝酒缺乏运动等生活习惯 也是可调控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年轻人的出血性中风主要是跟高血压有关系 当然还包括一些血管的异常 包括动脉瘤 动静脉 畸形瘤等 至于年轻型的梗塞性脑中风主要是跟三高脱离不了关系 像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都要特别注意 想要预防脑中风或心血管疾病 最重要的是改变可调整的危险因子 包括三高务必控制达标 维持健康生活形态与运动习惯 不要抽烟 另外的像女性服用含有女性荷尔蒙的避孕药 怀孕一些风湿免疫跟血管疾病都会造成梗塞性脑中风 血管阻塞的原因有两种 第一种是心脏里面因为心律不整或其他的原因产生血栓 心脏里面的血栓达到脑部的血管 塞住脑血管的循环而造成中风 第二种阻塞的原因是因为脑部的血管本身因为动脉硬化而下载 如果是初学性的脑中风只有两种原因 第一个是脑部的微血管因为老化或者是高血压而破裂 第二种就是动脑瘤血管破裂而造成初学性的脑中风 日夜做起颠倒或是做起不正常或是生活形态的压力都会造成血管性事件发生 那常常最重要的会被忽略就是高血脂这一块 医师提醒脑中风在早期都是没有症状 只有靠体检才能够早期发现积极治疗降低死亡风险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